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严峻,特区政府日前宣布除豁免情况外,自3月29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多余四人的群组聚集,这一政策为期14天。 记者29日下午走访了香港岛的广场、公园和码头等公共场所,发现人流量较平时有所下降,不少居民对疫情下的这一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。 尽管目前外出的行人较少,但是逢周末假期,记者在中环皇后像广场一带看到, 仍有不少外籍家庭佣工在此聚会,受政策影响,他们无法像往常一样多人围坐在一起,但三三两两分散开,聊天吃东西。 据悉,目前在香港工作的外佣约有30至40万人,其中菲律宾级和印度尼西亚级最多,他们速来有周末假期,在天桥, 公园等场所聚会的传统。但日前有外佣确诊感染新冠肺炎,为防控疫情。 特区政府劳工处多次呼吁外佣避免在公共场所聚集,并在休息日尽量留在家中休息。 记者当日所见,集会的外佣教之前大幅减少,但仍有外佣表示,希望可以趁休息的时间见见朋友聊聊天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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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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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订阅,订阅、订阅,订阅,订阅。 通风到辦开始, AO Maker 9